最近这个高福好事不断 对我们中国球迷来讲 张思洋虽然他是美国人 但是他是我们洛杉矶的世界华人 他爸是沈阳的 跟我也很熟 两破球场记录 领先五干进入决赛轮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圆蒙奥古斯塔的 张思洋在第二个加冻赛 战胜美籍韩裔球员珍依白 赢下2023奥古斯塔女子业余赛 张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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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茵钭 这两天在打LA女子的Open 三轮过后两感优势单独领先 去年我才认识她的 这个小姑娘 看那个劲儿我告诉你 真是的 你不看好她都不行 因为那个气场挺强大的 我觉得 不管灰干打球的节奏 目光真是一个 我觉得前途无量的小孩 才20岁 去年还有一个 挺有意思的插曲 我就觉得我对她印象特别深 我是跟着曾丽琪 她跟这帮小姑娘很熟 跟她去看这帮姐姐们打球 我就跟了几个洞 然后再看见这个英若宁 在练习国内上这个推干 我跟曾丽琪说 你跟这个姐姐说 我能不能跟她合个影 人家走过来以后 从里边 我准备说她在里边 我在外 这么就合个影就算了 人家专门绕了一大圈 从里边走到外边来跟我合影 哎呀 这个印象给我太甚了 我说这孩子 我说不光是球打的好 休养 家里的教养 也非常了不得 所以我今天就不敢去看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腰 昨天跟朋友去圣地亚哥球场 车开的时间太长了 一下车腰就直不起来了 所以今天就不去看了 在家老老实实的看电视 那我朋友说 你这个熟的人 你去看了 你心里打鼓一样的 打得好打不好 万一打得不好 你心里不舒服 就是我去看了 打不好 所以我就不去看了 还有两天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这次 赢也好 不赢也好 以后我觉得他会赢的 当然了 这次赢了是最好的了